关注国际消息 韩国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比预期好 没有因为前个月的四月号沉船事件而遭到选民的唾弃 这将让总统朴槿惠有足够的民意展开他所提出的官僚改革和经济刺激计划 韩国主要反对党新民主政治联盟的总部一片平静 没有因为拿下17个市长和省长中的9个而雀跃欢庆 反对党表示接受人民的决定 并指出如果选民不采取行动 韩国可能会像四月号那样下沉 这是朴槿惠总统去年2月上台以来的第一场重要选战 有遇上造成300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沉船事件 选前一般人并不看好执政党新国家党的表现 尽管选举结果让执政党松了一口气 被视为总统选举跳板的首尔市长一职 还是由反对党候选人朴元淳轻松蝉联 值得执政党安慰的是 将在今年9月举办亚运会的人川市 执政党弃走反对党市长候选人 也算是各有斩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